我在选择补充剂时非常谨慎 考虑它们的风险和收益 我对肝氨酸并不确定 但有一个影响在研究中反复出现 促使我开始服用它 我们将讨论这些研究 并看看肝氨酸其他一些有前景的健康益处 请记住 仅仅因为我服用某种补充剂 并不意味着你也应该服用 关于肝氨酸 一个更令人兴奋的发现 是它与寿命的关系 研究人员发现 低代氨酸饮食可以延长镊齿动物的寿命 是一种氨基酸 是蛋白质的基本构建之一 同型半光氨酸是体内分解时产生的一种氨基酸 同型半光氨酸水平过高 可能增加心脏病等健康问题的风险 这就是肝氨酸的作用所在 它似乎能减少小鼠体内过多氮氨酸的毒性影响 这激发了科学家们的想法 或许通过增加肝氨酸的摄入 可以对寿命产生类似于减少氮氨酸摄入的影响 研究是在干预测试项目中进行的 关键项目在三个实验室同时进行相同实验 以验证结果的真实性和可重复性 他们测试了在小鼠中补充肝氨酸的效果 结果非常令人鼓舞 肝氨酸在三个独立测试地点的研究中 平均增加了4%到6%的寿命 虽然这项研究仍在深入进行 但看起来至少有两个潜在机制在起作用 肝氨酸有助于抵消过多的氮氨酸 并且似乎参与了将其分解和清除出体外的过程 但证据也表明肝氨酸可以激活自食 自食是我们细胞分解和清除受损或老化部分的过程 这有点像城市的垃圾收集者 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过程 有助于维持细胞健康 但尽管这些结果令人兴奋 我们绝对不是老鼠 我们尚不清楚补充肝氨酸是否能显著延长人类的寿命 但我们确实有一些数据显示 在几个重要领域具有积极的健康影响 看完这些后 我会解释为什么我个人会服用肝氨酸 那么让我们先全面了解肝氨酸在体内的作用 正如我之前提到的 它是一种氨基酸 有助于构建蛋白质 它是胶原蛋白的重要成分之一 胶原蛋白是体内最丰富的结构性蛋白质之一 它参与肌肉功能和氧气运输的重要分子构成 抵御氧化硬剂和脂肪消化 肝氨酸还帮助调节血糖和免疫反应 它在去除毒素和控制神经信号方面也发挥作用 我们可能需要通过饮食摄取肝氨酸以确保足够 那么增加摄入量有哪些潜在好处呢 目前我们有两个领域有充足的有力证据 第一个是睡眠 2006年一项小型双盲研究探讨了肝氨酸补充剂 对睡眠质量的影响 他们招募了报告有睡眠问题的人 在睡前参与者服用安慰剂或肝氨酸 第二天完成一份问卷询问他们的睡眠情况和感受 肝氨酸补充剂显著改善了他们的活力和清醒度评分 并减少了疲劳感 一项类似的研究进行了更深入的观察 在这里研究人员在睡眠期间进行了测量 并询问参与者的感受 肝氨酸的效果在多个方面显现 因此服用补充剂的人报告说他们的睡眠更好 他们白天也不那么困 但客观的测量结果更有趣 并支持了这些印象 人们入睡和达到深度睡眠的速度更快 他们在第二天的记忆测试中表现更好 我想强调的是 监测设备让研究人员看到了一个重要的方面 肝氨酸并没有改变睡眠结构 这意味着正常的睡眠阶段模式没有受到干扰 这一点很重要 因为许多常见的助眠药物会破坏我们的睡眠模式 这可能会让我们第二天感到昏昏欲睡 无法保持清醒 这意味着肝氨酸为我们提供了一些传统助眠药物的好处 促进睡眠而没有副作用 第三项研究类似 但在这种情况下 参与者的正常睡眠在连续三晚减少了25% 同时他们服用肝氨酸补充剂或安慰剂 研究人员测量了白天的试睡和表现 服用肝氨酸的人感到疲劳和试睡减少 那么这里发生了什么 为什么肝氨酸有助于睡眠 研究表明某物通过影响大脑生物中来作用 这个生物中负责我们的昼夜节律 影响多个身体系统的日夜模式 具体来说 他们发现肝氨酸会促使皮肤血流量增加 这有助于降温 而这正是入睡的正常过程 这也是为什么在睡前洗澡或淋浴是个好主意的原因之一 淋浴会提高我们的体温 然后当我们离开淋浴时 体温会骤降 而这种温度变化会向我们的身体发出信号 告诉我们该入睡了 由于肝氨酸对睡眠的影响 它是我心睡眠补充剂中的三种成分之一 但再说一次 仅仅因为我服用补充剂并不意味着你也应该服用 但还有第二个领域 我们有充分的证据表明肝氨酸的好处 这与代谢健康有关 这就是我们身体高效处理 储存和利用食物中能量的能力 例如一项小型研究 测试了肝氨酸在高风险二型糖尿病个体中的效果 发现肝氨酸在餐后提高了胰岛素的分泌量 从而帮助我们更有效的处理食物 另外两项研究 与当我们的代谢健康失衡时 如何预防损伤有关 肥胖和糖尿病可导致氧化压力和炎症 进而造成显著伤害 有一项研究观察了肝氨酸补充剂 对代谢综合症患者的影响 在其中一项研究中 参与者每天服用肝氨酸补充剂或安慰剂 持续三个月 研究人员测量了几种氧化压力的标志物 这就是自由基造成的损伤 他们还观察了肝氨酸对抗氧化剂存在的影响 这些分子可以中和自由基 研究人员发现 肝氨酸有帮助 患者的氧化压力总体下降 这很有道理 因为肝氨酸是强效抗氧化剂骨光肝钛的三种构建块之一 有趣的是 治疗组男性的血压也下降了 这对心脏健康非常有利 接下来 他们观察了炎症 研究人员关注 肝氨酸对肥胖和二型糖尿病患者的影响 这两种情况通常涉及慢性低水平炎症 肝氨酸除了对睡眠和代谢健康有意外 还有其他潜在效果 我们在讨论补充剂剂量前 将快速查看这两个研究 研究显示 肝氨酸补充剂可略微降低血压 正在进一步研究其与心脏健康的关系 一项大规模分析 研究了超过4000名疑似心脏病患者 跟踪时间约为7年 他们研究了血液中肝氨酸水平 与心脏病发座之间的关系 结果显示 两者呈反比关系 肝氨酸水平越低 心脏病发座的可能性越高 但对列研究仅仅建立了关联 仍然存在因果关系的问题 肝氨酸是否能改善心脏健康 如果可以 是什么原因呢 有一项有趣的分析 通过遗传学来探讨这些问题 研究人员是这样做的 他们利用一个庞大的基因数据库 发现与较高肝氨酸水平相关的基因变异 他们检查这些人 是否也有更好的心脏健康结果 结果是有的 这让他们认为 较高的肝氨酸水平 可能导致了这些结果 然后还有肝氨酸对大脑的影响 肝氨酸就像一把钥匙 帮助打开大脑中一个特殊的门 称为NMDA受体 这个门只有在同时使用两把钥匙时才会打开 其中一把是肝氨酸 另一把是叫做骨氨酸的化学物质 当两把钥匙都合适时 这就打开了通往记忆和学习等重要过程的门 而某些大脑问题与NMDA受体功能不良有关 其中之一是精神分裂症 一项研究发现 精神分裂症患者的肝氨酸水平低于对照组 重度抑郁症患者也是如此 为了进一步探讨这个想法 进行了一项小型研究 发现将高剂量肝氨酸添加到精神分裂症的标准治疗中 负面症状减少了23% 这只是肝氨酸在我们健康多个领域展现潜力的一个例子 那么我们需要多少肝氨酸呢 我们身体能合成 但仍需从饮食中摄取更多以满足需求 许多关于睡眠的研究 使用了每日三克的剂量 而最近一篇综述文章的作者建议 每日摄入约1.5到3克以满足我们的需求 肝氨酸自然存在于某些食物中 最佳来源是动物产品 特别是含有大量胶原蛋白的组织 如皮肤 你也可能在痘类 坚果和种子中找到的 那么我为什么将肝氨酸 作为我的睡眠补充剂的一部分呢 当我查看研究时 显然有关于睡眠的内容 但当你看看其他健康领域的补充效果时 结果虽然初步 但确实很有说服力 但这就是我总是考虑 潜在好处与风险的原因 关于肝氨酸 它的安全性非常好 它被FDA归类为 普遍认为安全的物质 研究补充剂时 没有报告任何令人担忧的副作用 而且它是我们身体 已经合成的氨基酸 我们每天的饮食中也能摄取的 因此证据表明 肝氨酸每日三克的补充 通常是安全的 并且它具有一些相当明确的好处 特别是在睡眠方面 所以请确保查看下一个视频 了解它到底是什么 以及其中令人兴奋的研究内容